過往這星期都見了幾個上班一族來看我 他們因為做各種運動 例如跑步、打網球 而傷了自己的膝蓋、腰骨等情況 我想大家都明白到 都市人有適當的運動都非常之重要 但大家不要忘記 運動之前一定要做一些適當的熱身運動 例如打網球那些 下肢和手部的拉筋運動 一定要做的 否則很容易會弄傷 時間要做多久呢 往往都要三、四分鐘 甚至到五分鐘才行 另一件事是 當你們打完一族 停了之後再打 又可能要再做的 因為你停了一段時間 身體的機能 根部都可能要緊一點 如果不再做 又很容易會弄傷 看我吧